我們在看新的 一期看新聞 趕快來關心的是 這一回蔡康永 昨天以新境電影導演的身分 跟金馬蒂后 李昌生 李嘉欣 來 林嘉欣來出席這個活動 不過談到新片 她這一回找女主角就是小S 小S將變成電影咖 卻好像沒有很習慣一般電影明星 比較低調神秘的這個感覺 反倒一天到晚 在網路上搞直播 還逼問自己的小孩 拿到菜比較好吃 這一回蔡康永忍不住吐塌吵了 說你看看小S這樣的表現 讓她覺得停掉 康熙來了好像錯的 因為她根本沒有辦法 習慣沒有這個美光燈 在她身上的感覺 小S聽到蔡康永的後悔說 也態度很大方 立刻邀約說 好啊 那就得合體再開啊 另外這是藝人諸葛亮 先生被女兒謝金燕 在萬人面前把家仇給掀了 父女兩人的恩怨 情仇再度是登上了版面 74號就是謝金燕 在台灣最後一場演唱會 而要跳在截稿前 也還有大約有1000張 沒人買賣不出去 現在卻爆出 諸葛亮主持的天王諸葛秀 也要收攤了 因為主持費跟製作費太高 長期下來不堪負荷 起頭 起頭 YA 好好喔 老闆… 好好喔 要去哪裡玩 在節目中大腕角色扮演 主角亮飽刀未老 笑感依舊博得觀眾歡欣 但現在卻傳出29號播出的節目 就是最後一集 女兒的這間 我們的狗館就煮 我們狗館煮單人房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根據平安美的報導 雖然諸葛亮目前手上 只有這個節目 但一集主持費兩個小時下來 就大約有85萬元進帳 節目製作費 一集也高達230萬元 是目前台灣綜藝圈最高 雖然也有高達3的平均收視率 但製作單位還是吃不消 另一個原因 據傳是因為他 謝金燕在演唱會上 大爆諸葛亮家醜 先前公廣集團就傳出 因為不滿諸葛亮的 負面新聞不斷 有損節目形象 有意停播 但停在這個時間點 也很巧合 因為隔天4號 就是謝金燕的高雄演唱會開唱 目前粗估還有2000張的門票 還未售出 是不是又在為女兒催票房 諸葛亮經紀人回應 其實合約本來就到5月底 至於是否會和節目續約 經紀人強調還在商討當中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会和你不要 達人在魂